你在幹嘛 你在幹嘛 EMV900列車停高在台鐵基隆站月台 但下一秒 突然金髮男子衝向列車 雙手一推一個後空翻落地 台鐵列車竟然成了跑酷愛好者新目標 抖音創作者將台鐵區間車廂 當作大型跑酷工具 把手往車廂一推大秀後空翻 像這樣的行為已經觸犯鐵路法 最嚴重台鐵可以聚載 短短9秒影片網路引發熱議 刷庫行為想賺點閱率 但用手推擠車廂已經違法 當天警察民眾在搭乘1281次列車之前 於後車的時候 從月台上做了一些 就是有吸鬧或者是跳舞的動作 那當然這個部分的話 事後我們已經報請鐵路警察 針對畫面會約談當事人道案 如果說有違反鐵路法 或者是甚至有所謂的 對於我們的車體 有進行一些破壞的部分的話 我們都會依法就職 雖然當時張務員沒發現 無法當下勸阻 台鐵則說旅客在車廂車站 妨礙置序若勸阻無效 台鐵有權聚載 而且不退廢 眼看事情鬧大 當事男子依舊嚇張回應 說列車不會因為手碰一下就損壞 自認沒有造成行車安全 更沒有賠償問題 草原上自稱跑酷少年團 擁有一萬多名粉絲 不只把台鐵當舞台 連北捷都有它的聲音 在捷運站出口欄杆來回擺盪 還直接跳上欄杆 或是從三層樓高的平台跳下 先是翻滾了兩圈在一躍而下 完全不顧街邊還有行人 甚至有小孩在看 讓人捏了把冷汗 雖然戶外跑酷沒問題 但挑戰大眾運輸工具 一旦違規就可能讓自己持上罰則 近新聞徐偉誠 同樣雲測播報道